6月10号端午节当天早上10点左右 市长谢国良和立委林佩祥 在交通部公路总局人员陪同下 特地一起到北陵路山崩路段 视察抢通路段的情况 由于在工程人员全力抢通下 所有的落实已经清运完毕 标志标线也临时划设完成 更做好24小时监控路段的准备 因此市长谢国良和立委林佩祥 希望可以有提早通车的机会 认真然后天后也很帮忙 所以今天顺利的来勘察 那也谢谢我们公路总局 陈局长今天也在现场 等一下交通部里部长过来 我们预计还是可能明天准时的通车 可是现在的路况 其实已经应该是稳定了 所以如果争取一下 等一下跟部长争取一下 今天下午通车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那总之要在这个用路人通行 都完全没有任何安全疑虑下 我们才预计通车 贝翔请代表交通委员会 给我们交通部最高的肯定 毕竟来说方生这么大的担邦 能够在一个礼拜之内 然后也是谢谢天空做美 可以让我们可以预期的 可以在时间之内然后完成通车 那刚刚也跟我们局长在第一线聊货 有机会的话今天看部长跟市长最后面的裁决 是有机会在今天下午完成通车的 不过无论如何403的大地震造成全台湾 有关公路上面的边波的深层的伤害 其实我还会再建请交通部 针对这方面的补救跟这方面的检视 要再严格一点 毕竟来讲一旦如果出现大事 出现事故都会是对民众很麻烦的大事 所以这件事情不能轻视 不能不能等先待置 而交通部长李孟燕也在早上10点多 抵达北林路山崩现场 在听完工程人员简报后 也和市长谢国良和立委林佩祥到现场勘察 在确认工程人员做好轻运落实 以及相关标志标线 划设和后续监测山壁及路况的准备工作后 宣布原定6月11号通车的北林路段 提早到6月10号下午2点限速通车 也有助于疏解端午节返回工作岗位的车潮 今天来限地 那么了解整个崩塌的一个清理抢修的状况 那也感谢市长还有林委员 那么也亲自的来关心 那目前整个抢通的这个状况 清理土石的状况 进度很顺利 那包括路面的铺面也已经在昨天重铺 所以我们预估可以比原来预期的是在明天 这个通车提早一天 那在今天的下午2点 我们就会先开放通行 那不过因为它有保留了一个6米的这个缓冲带 所以呢整个路湖的宽度会稍微的稍减 所以这边的速线 也要维持这个25公里时速的速线 那请用路人 大家经过这一段的时候 那也注意速线 那我们也会有相关的人员 来随时的监控 整个状况做应变 那也希望今天的通行之后 那后续也会有一个永久性的 破面的保护的工程 那来持续的来进行 以上谢谢 所以副长这也是因应这个端午延价收价 希望让这个车流可以更顺畅 是 我们等于比原来预期提早一天 那在今天的下午2点来通行 那希望也对于苏姐 这个缓乡的车流 有所帮助 交通部长李孟宴也特地带来大西瓜 慰绕工作人员的辛苦 大家一起吃下西瓜 庆祝北陵路山崩路段提早抢通 交通部公路总局也提醒驾驶人 经过北陵路这段抢通路段时 请依照指示速线通行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未经许可送